快到了 我們來這邊要小心有大象的 如果他那個開車的時候要小心遇見他們 如果遇見他們就 怎麼了 預料他們按喇叭呀讓他走 嚇他 不要嚇他 不能嚇 如果他嚇到他他就來傷害你了 所以就安安靜靜停車的 然後就讓他們走就這樣就好了 那你覺得我們今天會遇到大象嗎 我不想遇到 我怕 怕什麼 我怕他來找我們的 放心 我不會按喇叭嚇他們的 不用嚇到他們 現在我們快到了那個瀑布了 但是這個瀑布有點遠 要不要去 檢查這 瀑布是左轉嗎 這邊 對 那就去吧 可以 來就來了 這麼多車停在這裡 他們來很不滿 這停車場吧 啊哈 是要走路去嗎 對啊 走路去的 現在我們在哪裡了 我也不知道哪裡啊 這裡有個橋 上面有條小河 哇 他們的這個天氣和自然挺美的 你知道嗎 這個 他做了為了什麼 為了不讓大象過去嗎 嘿 你怎麼知道的 對 有 不 他們不能因為他的 個子太大了 嗯 下面的沖子 哦 那個樹枝上面沖下來的時候 嗯 所以 沒人去撈這個樹 但是單索走蠟 看到大象 大象在他們家裡 但是他們經常來這個河 喝水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掉 掉下去 然後就水掉了 所以他們就要把那個 籃子 路口乾塞的 你不是說有大象嗎 現在走了這麼久 毛都沒看到一個 大象在躲雨 沒下雨 沒下雨 你不要跟我說大象 還在家睡覺沒睡醒 還在睡覺沒出來 大象說睡完 是不是這裡面就沒有大象 肯定有的呀 但是 我們跟大象沒有 緣分 大家看這後面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蘑菇 這個蘑菇是黃色的 也不知道能不能吃 薄薄的 有點像木耳 這是叢林中開闢出來的一條小路 這個不是石板 但是上面已經長得有青苔 下雨的時候可能會有點滑 但總的來說 地都比較平整 比較方便徒步 空氣也很清新 下面全是那個熱帶雨林的那種植物 現在我們是去瀑布的路上 坡坡坎坎的 這裡就是瀑布的上游 水面相對來說比較平緩 到了下面那個位置 就這裡 水勢就有點湍急了 然後在那下面 就是瀑布了 怎麼樣 你看 很漂亮 好 剛才走了半天 終於到了這裡 後面就是瀑布 今天我們要看到無敵地 但是沒有看到野生動物 看到這個瀑布了 從那山上下來 樓梯很陡 然後有平台 這樣一步一步下來 到這裡 還有下樓梯才能看到瀑布 瀑布最好的觀景位置 就是在下面的平台 這裡聲音很大 後面全是瀑布流水的聲音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地面 然後是瀑布的水氣 感覺像下雨一樣 這裡就長年都是瀑布的 地面這樣 有點滑 那是很漂亮 大聲一點 大家聽不到 非常漂亮 很涼快 很涼快 沒看到大象看到瀑布了 挺不錯的 區域瀑布的這個樓梯很陡 大家可以看 那些後面 瀑布是在那邊 這裡就是在懸崖峭壁上面 大的一個樓梯 後面 下面全是瀑布的 我們從這個樓梯的下面 可以看到 這裡是以前的那個老舊的那個樓梯 廢棄的 以前那個樓梯更原始一點 也是可以下到下面去看瀑布的 現在應該還能聽到那個瀑布流水的聲音 感覺怎麼樣 很容易 但是很漂亮 很值得的 這裡也算是 這叫什麼名字 是泰國的國家公園 對吧 對 那個叫草野 草野 後面是山 看吧 我們周邊的環境就是這樣的 那個後面的大樹完全就是原始的叢林的那種大樹 還有我們還能看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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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 大象是吧 你剛才說大家說了很多次 現在就一直都沒看到 懷疑嚴重懷疑是不是被騙呢 怎麼可能 這些大的 木樁還有水泥樁上面綁了一些這種 鐵絲的刺 說的是 為了防止那個大象在這裡面穿來穿去 所以把他們人為的隔離了一道這樣的各種 這樣的區域 這裡就是一條小路 鏡頭一轉 轉向這裡面 就是原始叢林的感覺 我們鏡頭推近一點 大家覺得深處 就是叢林深處裡面會有什麼呢 那在這裡發現了這樣的一個蘑菇 紅閃閃白桿桿 吃了就要躺板板的那種 這裡還是有危險 這個就是馬黃 這裡果然是熱帶叢林 叢林裡面就會有馬黃的 咱們把它拍下去 這就是剛才從我腿上拍下來的那隻馬黃 它現在還可以爬一爬一爬的 在這些原始叢林裡面玩還是要小心 就這樣阿公 就這樣看起來 都會爬一爬 那是很漂亮 我以為他爬一爬 我以為他爬一爬 我爬個天爬 感谢观看